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23号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 以下简称陆地国界法 这部法律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 陆地国界法共7章62条 主要内容包括 明确了陆地国界工作的领导体制 部门职责 军队的任务 和地方人民政府职责等基本内容 以及陆地国界的划定和刊定 陆地国界及边境的防卫 陆地国界及边境的管理 和陆地国界事务的国际合作等 陆地国界法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陆地国界安全 防范和打击任何损害领土主权 和破坏陆地国界的行为 陆地国界法明确 国家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边防建设 支持边境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 提高边境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改善边境生产生活条件 鼓励和支持边民 在边境生产生活 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促进边防建设 与边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陆地国界法明确了 国家坚持平等互信 友好协商的原则 通过谈判与陆地邻国 处理陆地国界及相关事物 妥善解决争端和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